让我们用说文解字的方式来破题吧 维基分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看到一些选出来的英文版的维基分课本 看一看这些课本的封面设计 我们应该会发现 这些封面上都共同有一个特别的字 Calculus 这就是我们翻译成维基分的那个字 Calculus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它原先的意思是用来辅助做计算的小石头或者是小珠子 在各位左边看到一幅欧洲中世纪的版画 这个版画后方大概画了一位仙女吧 这个仙女后面的彩带吧 上面写着一个拉丁文的字就是算数的意思 前方有两个人在做计算 在各位左边看到的这个人用的是刚刚传进欧洲不久的阿拉伯数目字 在用阿拉伯数字做计算 而右边这一位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计算板 它像个桌子在桌子上面画了一些格子 然后上面堆了一些小圈圈的东西 其实那就是Calculus 就是拿来辅助做计算的石头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稍微经过改良的计算板子 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的算盘了 在上面放着仍然是小珠子 这些东西来辅助做计算 其实Calculus这是个单数 在这些画里面看到的石头是负数 负数这个字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形 叫做Calculi 其实Calculi这个字后来又被借用去当作结石的意思 就是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那些结石 今天也是用Calculi这个字 Calculus这个名词 从辅助计算的小石头 延伸出来就是计算方法的意思 从这个名词又延伸了它的动词 可能大家都知道 Calculate是一个动词 就是计算的意思 Calculus是个一般的名词 就是计算方法 它指什么方法都可以 包括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学的直式的加减乘除的计算 都是计算方法 各位同学在高中的时候 可能学过综合处法 有些人可能学过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供应数的辗转相处法 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计算方法 那么普通名词的计算方法 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专有名词 特指一种叫做微积分的计算方法呢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常见的 当一个普通名词太红太专了 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用 太广泛的使用以后 它就有可能从普通名词 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生活中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PC PC原先就是personal computer 也就是个人电脑的意思 所以只要是我们个人在用的 每个人自己用的 不跟别人一起用的电脑 就是PC 就是个人电脑 可是呢 因为某家厂牌的个人电脑卖得太好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那个厂牌 做的或者跟它相容的个人电脑 所以现在的个人电脑 一定要某种样子的键盘 某种样子的滑鼠 某种样子的作业系统 跟这个视窗系统 我们就才会说它是一个PC 所以PC就是因为广泛的使用 而且在生活中很重要 所以就从普通名词变成了专有名词 Calculus也是类似的 它在300年前只是一个普通名词 就说是一个计算方法 后来因为太重要了 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说它是微气氛 Calculus是怎么样变成专有名词的呢 它来自300多年前的一篇论文 让我们就看看这篇论文的起始的第一页 在这一页上呢 我们先注意到一长串的罗马数字 M代表1000 DC是600 L XXX是80 IV是4 这说明了这篇论文是1684年出版的 论文的作者呢很低调 只写了他的缩写GGL 现在我们晓得啦 他是德国的著名的知识分子 莱布尼兹的缩写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数学家 在哲学上面也有很多的贡献 这篇论文的题目写得非常的长 而且用拉丁文写的 前面两个字告诉我们说 这篇论文要介绍给大家 一组新方法 新方法 这组新方法是要对一般的函数 可以求它的几大值几小值切线 而这一组方法呢 是一套计算的方法 各位看到刚刚说的 复数的Calculi 也就是Calculus的复数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篇文章 之后的人呢 就称这一套新的计算方法 为Calculus 事实上这一组新的计算方法 不是莱布尼兹一个人的成就 很多人都有贡献 大致上现在认为是 十七世纪后半 由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发现 而且推展出来的 这一套方法延续到今天呢 陆陆续续被发现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威力非常非常的强大 后来我们近视现在的这个工程啦 科学啦 乃至于统计经济跟金融 都是用这一套方法 当做推论跟建立模型的基础 因为它这么重要 所以这一组三百年前的 新的计算方法 今天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统称这一套计算的方法为Calculus 现在我们知道Calculus 就是一组计算方法 是什么样的计算方法呢 它可以说是十七世纪的数学家 透过对无穷的理解跟掌握 所发展出来的一组超级厉害的计算方法 就是因为触碰了无穷 人其实不能真的碰到无穷 人不能达到无穷 所以这组计算方法颇需要人的想象力 去理解无穷的状况 但是Calculus又为什么要被翻译成为积分呢 那是因为Calculus这个蛮庞大复杂的算法 粗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称为Differential Calculus 另外一大类称为Integral Calculus 也就是一种Differential算法 一种Integral算法 Differential这个字来自Difference 差异或者是笔值 那么以后我们就会学到 Differential算法是要拿两个很小很小 无穷小但又不是零的两个数 要算它的笔值 因为很小很小的关系 就翻译成为分了 Integral本来就有累积在一起的意思 将来会知道 Integral就是要把无穷多的无穷小的量 要加在一起 我们翻译成积分 累积在一起 那为分跟积分又不是分开的两种东西 它们的关系就有点像乘法跟除法 有互逆的关系 比方说21除以3等于7 那然后3乘以7等于21 又会回到21 微分和积分就有这样子互为表里 互相相反的作用 所以在应用上 微分跟积分常常会合并在一起用 这就是为什么中文 把Calculus翻译成为积分了 我们用说文解字的方式理解了 Calculus是一套算法 而这套算法在中文里面 可以说是微分跟积分这两大类的算法的合并在一起的称呼 那这套算法究竟有多厉害呢 它除了可以一股脑地解决17世纪以前 很多很多困难的问题以外 它也为17世纪以后 也就是近世的300年里面 许许多多的工程 科学技术 乃至于金融跟经济上面的问题 都赋争了他们一种做模型的方式 以及把模型做出来以后求解的方式 所以它可以说是我们近世文明的一个共同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